小米BE5000相对于BE3600是反向升级吗? 我们对比官网参数 BE5000处理器降级到了双核 内存变大,无线理论速率变快 这样的变化到底是升级还是降级呢? 本视频将带离体验 我们先看包装 包装设计与BE3600基本一样 依然没有用彩音 背面介绍有一处变动 将处理器优点换成了5G Wi-Fi的优点 我们再看一下第一点 Wi-Fi7速率为什么还是3.6G呢? 因为手机和绝大部分的网卡只有两条天线 5G Wi-Fi连上录音器少一条空间流 所以总的速率与BE3600一样 打开包装 录音器套着半透明保护带 下面是说明书 配件有一条超5类网线和12V1A电源 录音器的外观设计挺简单的 就是BE3600加长 再加一根天线 后面也基本一样 接口部分有一个2.5G口和三个千兆口 它的散热靠后面大面积散热孔和顶部的一条缝隙 我们再看看它的主板 做工看着还行 屏蔽罩齐全 散热片装在芯片背面 重量只有53克 背面的屏蔽罩里是空的 我就不拆了 下方是128兆的闪存 它的主要芯片在正面 主控芯片是洛达AN7563PT 双核A53 频率是1G赫兹 内存500亿兆 2.5G网口芯片是EM8811HN 无线部分采用粘发科6nm芯片 MT7991AV 加射频芯片MT7976CN 它有五根PCB天线 两根长的是2.4G 三根短的是5G 对比中芯BE5100主板 无线芯片是一样的 主要的区别是 中芯换了主控芯片和2.5G网口芯片 我们再看看实测速度怎么样 WiFi的其商速度是没问题的 3226双频叠加成功的状态 千兆宽带全球网测1329兆 换花瓣测速 1254 第二次1305 上难度试一下双万叠加的速度 这款只有一个2.5G口 120千兆口 流量比例1比1 万一拨号 万二DHCP方式上网 全球网测 第一次1710 第二次1700 第三次1475 换成花瓣测速 第一次1924 第二次1807 第三次1942 我之前测过同芯片的TP-Link BE5000 那款关闭硬件加速后测速只有400兆左右 不知道小米优化的怎么样 开启QS 限速1000兆 全球网测第一次424 第二次400兆左右 换花瓣测速 第一次372 第二次也是300多 与TP-Link的表现基本一致 对比小米B3006 设置同样的限速 小米B3006 能轻松跑满千兆关带 温度方面 裸板开机10分钟 温度的最高点是CPU 达到了59度 其次是射频芯片温度最高 51度 与其他采用同款芯片的路由器基本一致 下面测WiFi 我先关掉双频合一 5G Wi-Fi同样设置44线道 WiFi有三条空间流 默认支持KV漫游 波速成型的天线数量是3 我的测试环境如图琐事 套量面积80平 路由器放在图上的A点 路由器离地面的高度是56厘米 这个高度是模拟电视柜的高度 路由器的实际摆放位置如图 我们直接看数据汇总 小米BE5100 单机功率5.1瓦 我分别测试5G单频 和MLO双频叠加 MLO开启后近距离下行速度变大 远处速度没有提升 与同WiFi芯片的中心和TP-Link对比 小米开启MLO后速度比较差 对比小米BE3600每个点位都更好 BE3600信号稍弱的原因是 5G Wi-Fi只有两条天线 在速波成型上弱一些 我们再对比有同样三条天线的WiFi6路由器 ABC三点速度提升比较大 这主要是2.5G口带来的提升 我们再看远处 第一两点提升就不大 总结 小米BE5000是一款信号好 但CPU较弱的路由器 它采用联发科芯片方案 WiFi部分用的是6nm Wi-Fi7芯片 信号比较好 优于高通的BE3600方案 带一个2.5G口 配合2.5G光猫能跑满千兆宽带 缺点是处理器 诺达AN7563PT 开启QS后 速度表现非常拉垮 另外 同样采用AN7563PT芯片的路由器有 TP-Link BE5000 锐杰BE50 我认为这类路由器 比较适合不折腾功能的人 安心用原厂系统 或者当AP使用